大家好 室内养护规备族 很多话友都会发现 浇水过多导致各种病害的发生 常见的就是叶斑病 产生叶斑病 都是有一些真菌和弑菌病菌 感想导致的 叶面上的病害非常多 黑斑病、灰霉病、白粉病、碳菌病等等的 只要我们掌握好浇水方法 这些病害就会引离龟贝族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盆龟贝族 之前也出现了黑斑病 并不是很严重 然后我用本甲笔柱子联系 每隔五天喷洒月面和浆灌土壤 这一大片叶子是熏长出来的 没有任何的斑点 非常健康 我们可以从颜色里看得出来 这片比较轻 老的叶片比较油绿 室内养护归位族 我们该如何掌握好浇水呢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判断土壤的干湿度 然后再给它浇 新手的花友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土壤检测仪 把它扦插到土壤里面去 观察土壤的干湿度 有时候呢 花盆上面是干的 下面呢是湿的 我们摸一下上面 自以为干了就给它浇 很容易导致浇水过多 烂根或者是各种病害的发生 或者是盆土长时间湿润 导致大量的湿经繁殖 导致病害的发生 第二个 浇完水之后呢 我们要加强通风 把它放在舱台边或者是客厅 都开舱 加强通风有利于水分的增糖 我们要遵守干湿醒完 这样呢更有利于龟背族的根系生长 看一下我这盆龟背族 长得非常健壮 这个境界一段比一段大 畅盆的时候呢 放了发酵腐蔬 好的芝麻饼肥 在一场养护当中 也可以在花盆边也埋一些 境界越来越壮 后期它长出来的叶片呢 才会更大更宽 我这片叶片呢 宽度应该要60 长度的话应该要吃10 我们从根系就可以发现 根系比手拇指头还要粗 这证明呢养分是非常充足的 它吸收能力就更强了 后期冒出来的叶片呢 才会一片皮片大 又想龟背族长得好 我们每年要定时的给它换盆换土 提供一个更好更大的生长空间给它 这样呢它才能越长越大 越偏越开越多 好了 再见